AudioJungle 一条广告本来是无害的 但问题不是出在广告语的内容上 而是出自戴姆勒公司广告语的内容来自何人 该公司在广告中引用达赖喇嘛的话说 从不同角度深视境遇 你的视野会更开阔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2月6日报道 从互联网上搜到这条广告语的中国网民 2月6日被戴姆勒掀起了愤怒谴责的浪潮 该公司迅速做出反应 当天下午就在微博上 唯发布了一则极为错误的信息而诚恳道歉 然后该公司向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鞠躬 立即删除了那条广告 志倩声明说 我们深知此事对国人情感造成的伤害 这也包括我私在国内工作的同事们 报道称 但很多中国互联网用户并不买账 一名用户在微博上写道 他不想诚恳的道歉 他只是关心自己的汽车销量 报道称 美国安豪国际集团因为在问卷中 把中国视为一个省的台湾称为独立国家 而不得不公开道歉 时尚品牌Gara和美国医疗器械生产商美敦力 也因为把台湾作为国家 而受到中国政府批评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互联网上 把台湾和西藏称为国家后也陷入麻烦 最近一个犯规的是日本企业 无印良品 后者在中国的宣传地图中 没有印上中日双方都提出主权要求的群岛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2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 知错就改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 作者孙晨熙